新北市今天新增八例確診案例 臺北市新增六位 另外臺北市的某長照機構 今天傳出了群聚感染 一共有四位住民 跟兩位工作人員確診 送往醫院治療 至於其他檢驗陰性的住民 跟工作人員 分別送往醫院 跟防疫旅館隔離 臺北市二十八號新增六人確診 其中三人感染員 已經確認另外三人疫調當中 不過某市臨長照機構 二十八號爆發群聚感染 這個機構共有三十六位住民 以及二十位工作人員 除了一位高齡住民之外 其他全部都已經在五六月接種疫苗 但二十六號這位高齡住民 因發燒等等症狀急診 住院隔離二十七號確診 社會局緊急處置 除了通知所有住民家屬 並全面採檢並疫調匡列 二十八號PCR檢驗結果出爐 有三位住民以及兩位工作人員確診 送醫院治療 其他陰性者分別送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或防疫旅館隔離 我們陸陸續續再進行清空 那清空完之後必要的靜置之後 也會進行全部的清銷 臺北市也公布兩位確診者足跡 案一五六九一 在十八號下五點到十九號 清晨三點 曾到過中山區秀山街的德立莊酒店 案一五七零二 則是在十三號下午兩點 到十四號上午十一點 待在萬華區昆明街的Hotel Papa Well 十九號十二點多曾到過中山區鄰森北路的台北圓山郵局 另外 新北市二十八號新增八位確診案例 職場傳染有兩位 加護傳染有四位 另外有兩人恰巧都是因為 陳宇確診的台北朋友接觸 我們這八例全部都是居隔的個案 所以也就是說 在新增的確診數的部分 我們是沒有 新北市也公布兩名板橋確診者足跡 案一五七一三 和案一五七二一 都去過Wardream板橋雙十列 另外中央開放第四輪疫苗施打 卻傳出疫苗不足 新北市的疫苗七月底 就會注射完畢 所以八月一號到四號暫停施打 臺北市部分八月三號以前的施打 沒有問題 但八月四號到六號 只要看中央撥補的進度 才能確認 雙北市都希望 中央儘快發下疫苗 記者張英雄 陳信龍 謝祺文 台北報導